10月底有可能北韩会核事 这不是挑衅是什么 为何北韩频频导弹 平壤当局 10天之内5度发射弹道飞弹 正当美韩联合军演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访问首尔 一枚又一枚的飞弹 大秀北韩军事肌肉 也趁机测试飞弹的性能 最新分析指出 北韩很可能 10月到11月之间 进行第7次核事 企图影响美国其中选举 好握有更多的筹码 继续透过环宇新闻点 为您分析北韩为何射弹 北韩近10天内 5度发射弹道飞弹 相当于每两天发射一次 向全世界大秀军事肌肉 强化自我信心之余 最重要的是收集相关数据 进而优化飞弹性能 才能突破南韩军方的拦截系统 北韩选择试射的时机点 就在美国跟南韩举行联合军演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访问首尔 前往南北韩非军事区前后 挑衅华府保护盟国安全的承诺 不过让外界好奇的是 接连出招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逐渐走向狂人之路 图的到底是什么 美国著名记者伍德华 在书中揭露 华府台面下其实有 狙击金正恩的计划 为了保住性命 同时稳住金氏政权 金正恩最近宣布一项 核子武器政策的新法律 要让北韩的核武政策 不可逆转 而且发展速度之快 超乎外界想象 部分专家认为 这项立法反映金正恩 担心南韩与美国 可能对他发动斩首行动 一旦金正恩遇害 一名资深北韩官员 将被指定授权发动核攻击 而这种机制早已存在于 冷战时期的美国跟苏联 如今套用在北韩 要强化核威者力道 南韩国家情报院透露 北韩丰西里核试验场 三号坑道已经完成修复 而且可能在十月到十一月之间 进行第七次核试验 如果传闻属实 南韩分析指出 金正恩为何挑在这个时间点 或许顾及老大哥中国 十月十六号举行二十大的面子 避免抢尽风头 同时北韩或许也希望 和试验具有爆炸性的效果 进而左右美国 在十一月八号即将登场的 其中选举 无论是否虚张声势 用飞弹武装自己的北韩 已经让朝鲜半岛硝烟弥漫 以上就是环宇新闻点 除了台海情势之外 东北亚的局势也很紧张 因为北韩又再次导弹 对东部海域发射了两枚短程的弹道飞弹 这已经是北韩短短12天之内 第六度发射飞弹 让邻国的日本跟南韩都气炸了 两国领袖在六号下午 还进行了25分钟的热线 而北韩又再度的挑衅的原因是 不满美国的航空母舰雷根号 重返朝鲜半岛海域 而美国则是在安理会 联合国安理会点名了中国跟俄罗斯 让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是予取予求 而在六号的下午 北韩又出动了八架的战斗机 以及四架轰炸机升空 在南韩军方特别的监视之下 进行了示威性的飞行 南韩军方也紧急出动了 三十架军机升空阴影 北韩在当地时间六号 清晨六点多再次发射飞弹 从平壤朝向东部海域 射出两枚短程弹道飞弹 四号试射的一枚弹道飞弹 更是飞越日本上空 宛如不定时炸弹的北韩宣称 这一次射飞弹 是要抗议美国的航空母舰雷根号打击群 又开回朝鲜半岛海域 严重威胁朝鲜半岛的情势稳定 这已经是北韩十二天以来 第六度试射飞弹 北韩邻国日本首相安田文雄 震怒痛批绝对不能容忍 南韩总统以习悦则誓言 会确保国家安全 在此之前 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开轰 直批有两个安理会成员国 袒护北韩 也引发北韩不满 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也不甘示弱回呛 中方注意到朝方近期的发射活动 也注意到美国等有关国家近期多次在本地区举行联合军演 安理会开展的讨论举行的审议应当有助于推动缓和局势 事实上北韩飞弹飞越日本后 邻国不忍了 隔天还以颜色 南韩与美国也进行飞弹试射 日本与美国展开战机联合演训 日韩两国领袖还热线商讨安保议题 但西方的动作更加引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不满 但也有一说是金正恩想借此获得关注寻求谈判 但日本官员忧心北韩可能会展开合适 今後北朝鮮が核実験の実施を含め さらなる著迫通行為に出る可能性はあると考えておりますが いずれにしても政府としては 引き続き米国等とも緊密に連携しつつ 必要な情報の収集分析及び警戒監視に全力を挙げていくとともに 北朝鮮の完全な非核化に向けて 日米また日米間で緊密に連携してまいります 北韩近年頻頻导弹 不只再度升高東北亚情勢 也凸显在聯合国安理会少数国家手上握有的否決权 成了謀取自身利益的最大保護傘 换圈在林作伯道 即北韩昨天上午發射了一枚遠程导弹 飛越了日本上空 嚴重威脅到日本国安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昨天晚上立刻致電給美國總統拜登 兩人熱線將近半小時譴責北韓行径 並重申美日韓三國會加強防衛合作 那麼今天美國就與南韓兩國軍方朝東海發射了四枚 地對地彈道飛彈 回敬北韓挑釁 南韓空軍F15K戰機飛越全羅北到外海上空 投射兩枚JDAM空對地聯合定向攻擊炸彈 炸彈經由GPS系統導引後 精準炸毀無人島射擊場上的目標物 這是八架南韓與美國空軍戰機 四日在黃海海域進行了一次聯合攻擊編隊演訓 而他們罕見進行實彈炸射 就是要回敬北韓十個小時前發射的遠程導彈 除此之外 美韓陸軍也在五日一早朝東海發射四枚地對地彈道飛彈 展現遏止北韓挑釁的聯合應對能力 同樣大受軍力因應北韓導彈威脅的還有日本 日本與美國空軍共12架戰鬥機 四日在九州西側空域進行聯合操演 日本防衛省聲明表示 北韓發射飛彈飛越日本上空 顯示日本周邊環境已經越來越不安全 而本次的演訓部隊迅速採取行動 一對任何狀況的堅定決心 這個最近發射 再次發射了日本民眾的嚴重 你剛才提到你的問號 這是第二次第39次飛彈飛彈 在2022年發射飛彈 這類似繼續的行動 不僅是不可憐 而是在區域增強化 自衛隊提升戒備的同時 日向岸田文雄也在四日晚間 緊急致電美國總統拜登 討論北韓頻頻試射飛彈一試 兩人熱線25分鐘期間 一致譴責北韓行進 是對國際社會和平穩定的重大挑戰 並再度重申 美日韓三國加強防衛合作 達成更大的嚇阻力 朝著朝鮮半島非核化的目標前進 環宇新聞謝忠岳綜合報導 環宇看中亞 一流專家在線 挖掘東亞熱點議題 全台唯一 中日韓政經分析 環宇新聞台開啟國際事業